大家好,歡迎回到Radiance Blue的Videos Channel 上一集節目我們剛剛錄完了上海BFC外灘金融中心店的碳店 然後我們緊接著就抓來我們的上海店長梁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鞋子 聊一聊鞋子 梁老師其實也是我們整個Radiance Blue團隊最愛鞋的一位團隊成員 喜歡鞋,非常喜歡 我還記得我們去年開店的時候我們幾個人來上海出差租Airbnb 然後梁老師行李每雙鞋鞋稱都塞好來乾乾淨淨的碼在公寓的小玄關的地方 我說哇靠,服,服 箱子裡邊是三四雙 但是後來就因為長期要留在上海一段時間 所以又讓家裡發來了大概十雙 是一個巨大的順風箱子帶回來的 對對對,就是有的迷回事 對,所以今天我們就抓來梁老師這個Radiance Blue團隊最愛鞋的一位成員 來跟我們聊一聊鞋 那麼今天呢我們是我跟梁老師各自挑了兩雙 我們認為在我們自己喜歡的穿著體系當中最好搭配 以及說它的一些設計啊做工更有趣的 我們覺得就比較值得入手的 這麼每人挑出兩雙來給大家進行推薦 那麼梁老師先開始吧 好的,不好意思 第一款是個 第一款是個 這牌子是奧等 這品牌就不用贅述了 然後這款是一個 阿伯丁炫的一款樂福鞋 一個loafer 它是 因為阿伯丁這個炫的它的頭是一個 阿伯頭是一個性人頭 這種性人頭怎麼說 就很 就可以說它又smart 又比較formal 因為這個鞋子它的upper 它的皮面用的是一個 翻毛皮 是一個sway 然後這個翻毛皮 其實在皮面的種類細分裡邊呢 把它用在casual的搭配裡邊會比較多 所以整體雖然鞋型很smart 但是皮面又很casual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搭的款 那我今天自己穿的就是這一款 這鞋子就像我今天這樣穿一個很寬的 卡其褲 對,卡其褲 Chino 或者是像可能會經常出入辦公室的一些朋友 穿一些正裝褲 一些西褲 都比較好搭配 算是我自己平常穿著頻率最高的一款 鞋子 對 然後這款鞋應該也算是我們 Radiance Blue 北京跟上海都會常規備貨的一個型號 對 所以大家有興趣入手 就隨時可以來我們的上海店 或者是北京店 歡迎 接下來我來推薦一雙 老袋 我跟梁翔的Dress Go其實很不一樣 梁老師還是喜歡穿的比較精緻 有很多的這種比較正式的元素在裡面 我個人是穿著比較喜歡 邋遢一點 軍師一點 或者是更概念化一點 對 我想推薦的是這雙Fythe Hands-On Low 其實是Fythe最符號性的一雙鞋 一片式的結構 並且它這一圈貼的這一個 就是去遮那個木屑那層的皮 它也是完全是使用相同的材料了 感覺上你腳上就是一整塊的這種原色的 整體性比較強 對 而且我個人也是如果穿整套的西裝的時候 也會穿它 穿牛仔褲的時候也會穿它 就對於我這種穿衣習慣的人來說 它基本上這雙鞋可以進入到我的所有的搭配 對 我是見穿西裝搭這雙鞋 就是魏老大是第一個 OK 不過其實我知道梁老師私底下 不太喜歡Fythe這個牌還是 沒關係 讓節目變得更真實一點 真實一點 你可以來dance一下Fythe這個品牌 你不喜歡它的 它怎麼說呢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傳統製鞋的 有這麼一個人 在傳統製鞋頁裡邊去看Fythe這個品牌的時候 說實話 沒有沒有沒有 它的旋沒有那麼秀氣了 其實不是我個人喜好的這種感覺 但是Fythe也有Fythe好 說到鞋旋 雖然它Fythe它比較形狀上 不是特別的弧度拉得很優美 但其實相對於我這種腳很寬的人來說 它的這種比較寬的鞋旋 加這種一片式結構 它就很容易貼合像我們這種腳比較厚 或者腳比較寬的人 就穿著起來還是很舒服的 然後又有一點這種 有一點笨笨 有一點濁的這種個性在裡面 所以其實鞋的好跟不好 真的也要看每個人的腳型 以及說每個人的穿衣搭配風格習慣 沒有一個絕對的 所以要列一個等級 最高級然後怎麼怎麼樣 這是一個特別無聊的事情 玩這種想這種 就是真的是你自己的觀點才是最重要的 完全看一下大家的個人品味 以及個人的著裝風格 是一種什麼樣子 對 王老師再來第二雙 第二款鞋是一個 對於大家應該對這個品牌 不是特別熟悉 它叫Zihablin 最早出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戰後的 德國被分裂的一個 東德的產物 那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在歐洲的社會主義下邊的 標準的運動鞋 那當時這個運動鞋 你可以看到它下邊是一個皮底 它這個皮底外邊會有一層橡膠 因為我自己還有一雙它的男款 因為這個是一個女款 因為男款那個已經非常受歡迎 受慶了 受慶了 所以拿一個女款來代替 就算是小白鞋 女生的小白鞋 皮的很漂亮 我自己穿著那個男款出去的時候呢 有各種各樣的朋友問我 就是你這是保齡球鞋 我保齡球鞋 你這汗冰鞋 我這對汗冰鞋 你這拳擊鞋 對拳擊鞋 是那個時期的比較流行的一些運動 大家會穿的鞋款的一種固有的 所以模式就認為可能看到這樣的鞋型 運動就會聯想到當時的那些運動 怎麼說呢 可以看到這個鞋子旁邊它有四條槓槓 四條槓槓 當時這個四條槓槓都是平行的 因為這個平行的四條槓 跟另外一個平行的三條槓 那個品牌 叫做阿迪達斯 對的還會有一個 當時有一個設計上面的一個爭執 但最後這個品牌改成這樣的一個交會的槓的設計之後呢 反而到後來越來越成功了 等到東西德一合併 其實當時西德還會那邊有一些什麼 像接受到資本主義這邊的一些Nike啊 一些別的品牌就不多說了 那些品牌過來之後 它反而就東德人民嘛 就會去主動接受一些新鮮事物 它這個品牌其實中間一度經營的不是很好 但後來怎麼說呢 復活起來之後 這種形狀非常非常 我個人認為 其實是非常符合我們的店內的 我和我的同事的審美 以及很貼合我們的Neo Classic的這種風格搭配 很有Taste的一款鞋子 將來 不好意思提一句 這個 我們雖說現在這款現在只有女生的號碼了 但是 有補貨 有補貨的話 將來這個鞋款還會有更多的配色出現在我們店內 歡迎大家以後來諮詢 最後我來推薦一雙我個人可能是著動頻率最高的一個品牌 其實是Viber 我今天穿的是一雙我已經穿了七八年的一雙Viber 這個鞋比我們Ridians Blue創業的事件還長 這是一個非常耐操很粗晃的這個靴子 這Upper對於我來說 這Upper其實都已經廢了 這鞋子已經可以穿了的狀態 但是魏老闆穿的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味道 怎麼說呢 就是工裝靴就應該是穿成這樣的才對 就是大家有好多就把工裝靴就穿像皮鞋那樣去 就是會Baby U Shoes 的那種 就是各種鞋子吧 它對應的功能種類不一樣 就應該有不同的玩法 嗯 楊老師因為是很喜歡打理鞋 鞋在家裡擺著都要放好鞋衝 所以它可能會比較適合這種身世感一點的鞋 就是要刷啊 要擦啊 要保持一個很乾淨的狀態 我其實喜歡比較偏工裝學類型的 就是它耐用嘛 你就去操它就好了 越操這種皮革的舊化 就會越留下你自己的一個使用痕跡 更像是你的鞋 就是不同類型鞋的不同的玩法 發揮它的功能性 今天帶來的這雙介紹是 一個Viber跟我們自己的服裝品牌Motive 還有西雅圖的一個買手店 Division Road 我們三方聯合開發的一個鞋型的款式 這個鞋的鞋旋是 Viber一個比較有名的鞋旋旋 2030 不過2030一般它是會做成一個 stitch down 或者是一個固特意識的一個 它是270度的一個固特意識的 所以我們第一次把2030裝在了一個 360度岩條的一個結構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後跟其實會多出來一塊 所以它的鞋頭既有這種 固特意識的比較圓潤的這種效果 同時它又有stitch down 這種底台看起來比較大的效果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這個Viber這個廠牌的一個設定 以及就是Viber第一次使用這種 英文叫pinking 就是把這些幾個鞋的鞋片的縫合地方 這種小鞠齒裝的這種的雕花 很費工時的一個做法 而且Viber原來是不做這樣的工藝 這種工藝更多的是在一些陰系的 陰系的一些皮鞋它會使用的工藝 所以這也是融合了很多特殊的味道在裡面 而且是一個三方聯名 我們作為一個國內的自主品牌 能跟這種老血統的這種 老牌的加拿大名鞋場合作 也算是我們的一個榮幸吧 底的話就是它這個All Soul 確實也比較有特色是 我之前在Viber的靴子上面 很少能見到過用這個 英國的這個Rage Ray Soul 做的一個怎麼說就是 又耐磨又輕的一個橡膠擺地 其實它有點把就是這種 加拿大的工藏學做出了有點那種 英式的Country Boots的一種感覺 就是 其實如果你有玩這個 就是這種比較正統的皮鞋的話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混血的一個東西 我就喜歡那種不正統混血 打破傳統規則的 Sneaker 跟皮鞋的搭配 還有一個這種軍鞋加Country Boots 加Work Boots的一種混血的產品 我就喜歡這種很奇怪的概念 明白老大的點 Anyways 反正任何有關鞋靴的問題 都可以加我們上海店的這個 上海店的微信客服 或者是加上我們北京的鞋靴部門的客服 都可以找我們的團隊的成員來解答 搭配的問題 保養的問題等等等 都可以在微信上非常詳盡的 給你自己介紹 盡量 盡量 我們盡量回覆的讓大家滿意 OK 好 那今天這一期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 感謝 總統